又挑战踢了他 镜头中这个美国两米巨人 嘲讽中国人太瘦小 结果惨被中国大力士三秒狂砸九拳 打断他的脖梗 我实在是搞不清楚 中国人为何都像兽狗一样矮小 这么说吧 就算他们跳起来 也只能打到我的膝盖 而我只需要一低头 就可以打爆他们的狗头 这是一场中美大战 也是一场超重量级的比赛 中国大力士李龙 对战美国的两米巨人卢卡斯 这个卢卡斯来者不善 仗着自己是美国的退役特种兵 就叫嚣着要来滑斩龙 嚣张的姿态实在太牵揍了 那中国的李龙就坐不住了 秦英出战 要狠狠教训这个老外 大战一触即发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小编助兄弟们发大财 比赛开始 红色短裤李龙 蓝色短裤卢卡斯 双方身形都非常健硕 卢卡斯刚才一定有一个 上锅拳 李龙要做好自己头部防守 对 卢卡斯这上来一个大高扫 也是给他造成了 很一定的心理影响 像这么大级别 能够出高扫腿的选手 不多的 不多的 一百公斤以上级别 只能出高扫身就不得了 但他这种高扫 一旦打的话 即使用双手架着都很难架住 在地上太大 前手拳 哇 双方上来都还是比较冷静 没有非常激烈的厮杀 对手还有高扫腿这样的动作 双方都是重量级的选手 重拳的威力绝对不容小觑 所以李龙也千万做好防守 千万不要被对手的突进拳命中了 李龙在进攻的过程中 也显得非常谨慎 对手毕竟是特种兵出身 他的敏锐性 还有反应能力都是一决 抓住实际的能力也很强 不过李龙的绝对力量很强 也能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影响 这个飞锡又有这个拳 刚才一开始 那个上钩拳的力量也是很足的 李龙的出的低扫 你看他打完了拳以后 马上有一个锡状在上面 你要他的头部的腰闪 这个卢卡斯是灵火 这个后手拳很危险 两人近身的缠斗 李龙不断地顶膝重创对手 对手的眼神非常凶狠 就等着被李龙给狠狠地击败 后手重拳随时准备着 他前面还有很多变现的拳法 所以李龙千万小心 尤其是做好对头部的防守 手回合双方 还是重规重矩 没有很激烈的厮杀 李龙也在慢慢试探对手的底细 不过双手的报价还是有点低 美国选手也随时做好了准备 而且他前手刺拳的速度 也比较快 这个卢卡斯是他拳击的技术 他的前手的刺拳 他在拳击 而且穿投性很强 对了 他前手刺拳 他的上钩拳都是拳击技术的体现 李龙的灯灯 你看这个后手打中 手回合时间即将结束 前面美国选手的拳头 还是很具有威胁性 好在李龙的抗击打很强 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我选一个原地飞机 原地飞机 李龙也是管以颜色 来一个呼吸的 他是连胜嘛 所以他那个自信心很强 他发挥得很自如 对 你看扫踢拳 后手拳 包括这个飞膝 全部都用得出来 对 他能够实展的技术 都能够实展出来 飞膝的动作 对 但是他这个飞膝 还是被李龙结实地防住了 李龙就是把这个双手 报架给压低 用双肘去顶着对方 第二回合很快开始 对手率先上勾拳命中 想抢占比赛的主动拳 好在没有命中 一旦命中的话 那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经过上回合的相互试探 现在李龙已经清楚对手的底细 这回合的时间 就要想办法 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影响 现在也是发力的关键 李龙虽然出拳出腿的动作 并不是很多 但基本都是精准命中 演术占据优势 是一个假动作的高扫踢 确实这么大级别 在上面比赛这个体能消耗多厉害 是的 又是飞翅了 哦 表达 这个反对 这个反对是实际打不上好 一级中机 这就是大级别 对 卢卡斯大爷的 他在第一回合 很多次的施展 这个原地飞翅 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李龙对这个动作 李龙现在就应该乘胜追击 刚才重拳 将对手独秒一次 给他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 但对手的恢复能力还是很强 比赛重启后 美国选手调整好自己之后 选择反击李龙 而李龙现在出现了一点体能上的影响 这时候 如果跟对手硬刚的话 可能一个不慎 就会被重击 在体能不支的情况下 被一拳终结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所以现在 还是要以防守为主 强过李龙 但是李龙的拳法也比对方很好一些 他的杀伤力很强 杀伤力也强 是的 对方这个前手拳 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 高扫 李龙的对手 踏击挡头 对 李龙熬过这一回合 他还是有很大的迎面 只能这么说 因为第二回合 他消耗了太多的体能了 先领导把手拿起来 好好投 对 他报价放低 就证明他体能出现很大 李龙刚才冲得太猛了 他是奔着KO对手的目的来的 但因为对手的抗击打实在太强了 所以并没有将对手直接终结 反而是让李龙的体能消耗非常严重 现在的时间 对手的气势慢慢上来了 他也是抱着KO李龙的想法来的 这种大级别的比赛 每一个动作对他们来讲 都是不小的考验 非常消耗体能 同样的每一拳的分量也不容小觑 李龙也在尽可能的给对手造成重击 你看在第二回合的后半段 我们已经看见出这个 李龙这个体能出现问题 他本来刚才第二回 第二回合的第二轮的这个 毒秒的进攻 就是冲着KO去的 李龙重拳进行杂击 对手的实力确实很强 李龙还是要想办法 不能被对手中击 要尽可能的给对手造成一点影响 渐渐李龙的重拳攻势也开始奏效 对手脑瓜子被打得晕晕乎乎的 脚步都有明显的虚晃 对手的后手重拳非常具有杀伤力 打在李龙的身上也是啪啪作响 李龙的抗击打能力也很强 双方就像是铜墙铁壁一样 都能硬生生扛下对手的重拳 这场比赛打得真是胶着 他的重拳没有之前打得那么扎实了 感觉出拳有点变形 这比赛就好看了 是的 台湾提醒了 联系不能两次联系 是的 在五秒之内只能允许一次西撞 这好看 这慢慢反过来劲了 现在应该鲁卡斯 李龙的攻势越来越强 对手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李龙稳住节奏慢慢打 赢下比赛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不过不得不佩服对手的抗击打 在李龙这样强势的打击下 还能硬撑着没有倒下 现在李龙也是气喘吁吁的 对手的抗击打太强了 李龙的恢复能力也很快 之前的体能不知 李龙也没有让对手抓住时机 那接下来的时间 李龙就不会让对手好过 还是要狠狠地给对手上一课 李龙还是不断地重拳输出 给对手造成影响 到目前为止 对他说的动作还没有变形 但是那边有点扭曲了 没有任何的体力了 现在这边 过又了又的飞机 10秒了 李龙呢 李龙就机会了 给机会了 但是不要急不要急 对对方的前手刺拳的穿透性还是在的 最终李龙将对手终结 打得十分漂亮 终结了不可一世的美国特种兵 李龙打得真是精彩 不仅没有让对手得逞 还狠狠教训了嚣张的老外 大家觉得李龙打得酷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点关注 不迷路 下期视频更精彩哦 下期视频更高